多位便衣員警時搜索票進入透天措 屋內的人坐在沙發傻眼了 房間裡的包包也被一一翻開 檢警貨報這裡疑似是詐騙集團據點 但檢方帶回11名詐騙集團成員 法官卻把11人全都放了 原來台南地檢署追查一起太大幣詐騙案 被害人有10多人 詐騙金額達數百萬以上 檢方繽紛多路在台北台中抓人 將11位詐騙集團成員生涯境界 但地院法官卻裁定駁回無保放人 唯 台南地方法院裁定11人全部無保釋放 承判檢察官認為法院認識用法 自由違誤 提起抗告 申請人也就是檢察官目前提出的證據 男人被告等人涉犯犯罪 組織犯罪条例 以前防治法及詐欺的相關罪嫌犯罪 刑依重大因此予以駁回 檢察官不解的是 成員之間流傳叫戰守則 來應對警警詢問 檢方認為有串針之餘 法官卻認為是站在公司立場 學習如何謹慎陳述合乎常理 法院也列出駁回的五大重點 包含被害人都沒有指證 被告是詐騙 也不排除有其他詐欺集團 以三角詐騙間接詐取款項 對於民眾的觀感這部分 當然是我們現在社會上 詐騙集團橫行 當然會有一些一定的期待 但是法院依照我們中立的地位 還是要就券裡面的證據來審慎的來看 其實駁回檢方 襲壓申請的法官鄭雅文 司司法官三十九期結業 二零一二年調任到台南地院辦理刑事審判 也在二零二一年八月起辦理刑事 強制處分至今 在台南地院有超過十年以上的經歷 如今案件已經送到高分院 台南高分院認為叫戰守則 還有疑慮已經撤銷 要求台南地院重裁 TVBS新聞公主艙台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